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最好统统都用这个大本子 用这个大本子 耶稣就相同了 大本的耶稣在第十二年 第二篇 就是道书第四号 得尊复行第二 那么这一篇呢 是借助前面一篇而来的 在本经续份的六种成就 前面第一篇呢 已经圆满的居足了 那么这一篇呢 是前面一篇的补充 而经文也相当之长 内容非常的丰富 那么补充的呢 前面呢 在探德里面有 一切大圣神通以达 这个两句是六赞 这个第二篇呢 这是广子 就是详细地给我们叙述 这些大菩萨 和他们的智慧慈悲神通得能 请看经文 有贤护等十六正四 所谓善思维菩萨 会变财菩萨 观无助菩萨 神通花菩萨 光阴菩萨 宝床菩萨 至上菩萨 集根菩萨 性慧菩萨 怨慧菩萨 相相菩萨 宝音菩萨 中诸菩萨 至行菩萨 谢陀菩萨 二位上手 一上来 就给我们局出十六位菩萨 这十六位菩萨 全都是在家的菩萨 他们 要以我们中国人来讲 都是在家居士 他们不是出家人 前面讲的 菩萨文书米勒 是出家的菩萨 出家的菩萨 只举了三个人 而在家的菩萨 举了十六个人 这个意思就非常的明显 这一部经 这个法门 主要的是以在家同修为度脱的对象 那么这个十六个菩萨 这十六也是标法 因为这个菩萨在前面我们看出它的大意了 它实实在在像我们佛门一般所讲的 中文教下 贤教密教 过宗过派的教义都不出本尽 所以本尽是 所以本尽是 缘 缘满 到了基础 密宗是以十六 表圆满 表圆满 贤教里面呢 像《梅桃经》用齐代表圆满 那个齐不是素字 是圆满的意思 齐从哪里来的呢 是将东南西奔 上下当中 这个就圆满 这个就圆满了 一点缺陷都没有了 齐是这么个说法的 不是素字 华言呢 用十代表圆满 这是一个整数 从一到十 十十就是笨 所以它用十代表圆满 密宗里面用十六代表圆满 所以它在此地 举的这个十六位菩萨 是代表圆满之素 那么十六位菩萨 除了第一位 神父菩萨 是释迦牟尼佛 当年在世 跟道佛学佛的一位菩萨 其他的十五个人 都是他方世界来的 不是我们这个地球上的 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呢 他们都是外太空人 从外太空来的 这时代表 这时代表 受风无量无边祝福世界 一切祝福如来 通通讲这部经 今天释迦牟尼佛也讲这个经 他们听到了非常欢喜 来参加这个法会 提释迦牟尼佛所证明 证明这部经典 这个法门是一切祝福所说的 所以有这个意思 那么这些菩萨们呢 究竟是什么样果位的菩萨呢 这个是我们非常关心的 如果他的地位很低 那就不必说了 如果很高的话呢 那我们就觉得非常的惊奇了 此地所举的十六个人 通通是等觉菩萨 换句话说 他的地位跟菩协文书米勒 观音大师志完全相等 出家可以能成等觉 在家一样能成就 而且成就的人比出家的还多 这是给在家同修 修学一个很大的鼓励 这个里面寒意 就非常非常的深广了 所以在家修行一样成大菩萨 一样成佛 在过去说到修行 出家的环境 出家的环境比在家好 出家可以说是远离社会 都在深山里面建的这个道场 与外界各居 环境清净的心就清净 所以比在家人容易修 现在这个世界颠倒了 这个在家人修学 这个比出家人要殊胜 为什么呢 这个寺院丛林都变成观光旅游的重点 这出家人一天到晚是接应不暇 哪有时间来修行呢 不如自己在家庭里面 你接触的人士多少 反而容易成就的 那么家庭特别是在美国的家庭 我觉得美国的家庭都是非常理想的道场 应酬少啊 台湾的家庭比美国这个家庭 那就要繁忙多了 应酬多 应酬多 客人多 交际多 也很难运功 我到美国来 两三天接不到一次电话 真清净啊 在台湾呢 我这个客人是每一天都不间断的 所以只好定一个时间 下午三点钟以后进课 凡是来找我的 下午三点钟以后来找我 如果不定个时间呢 从早就忙到晚 那电话就更多了 所以说美国是修行的 非常理想的一个出所 那么在这个地方 实在说呢 如果是不肯真正用功嘛 那实在是很可惜 有许多人在美国 尤其是老人呢 主观太寂寞了 所以说修行就要寂寞啊 就要清净啊 这个功夫才能够绵绵绵绵绵的不间断 这个寂寂寞 这个寂寞不容易得了 所以能住在这个地方 真正用功嘛 那是很有福报的人 菩萨名号也是标法 所以诸位这一点佛学常识 也必须要知道 佛菩萨没有名号 名是家民 名号的建立 不是自己建立的 是因众生的需要而建立的 是因众生的需要而建立的 所以叫这个名字 可能到别的世界 他的名字就换了 譬如释迦牟尼佛 在我们这个世界 他叫这个名字 他要到极乐世界去呢 比如他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呢 这个名字用不上 就不能用这个名字 为什么呢 名字就是这个时代 这个地区教学的宗旨 以这个为名号 我们这个时代 这个地区 众生 当然业障很重 也很多 许许多多业障里面 哪一种最严重 最严重的 先要对治 就是佛观察我们这个世间众生 没有慈悲心 这是最严重的 没有慈悲心 自私自利 立即孙人 所以佛的名号里面呢 就有释迦 释迦是凡语 他的意思就是仁慈 这就是佛教给我们的一个教学目标 第二个呢 我们的心散乱 一天到晚 妄想纷飞 心不能得地 这是大病 所以名号就是摩尼 摩尼是极灭的意思 就是清净极灭 心的清净 极灭是把妄想烦恼通通都消灭掉了 心得清净 所以他的名号就是此时此地教学的宗旨 教学的方针 他要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 极乐世界每一个人都大慈大悲 每一个人都清净极灭 用不住这个名号 这个名号到极乐世界一点用的没有 在这个地方很适用 到那里去就不适用 到那个地方去做佛 一定要叫阿弥陀 阿弥陀是西方极乐世界需要的 阿弥陀佛到我们这个地方来 假设来做佛 他也不能用阿弥陀 所以佛没有固定的名号 菩萨也没有固定的名号 所有一切名号 所有一切名号 通通是教学的作用 第一位 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的 这是本地的菩萨 这个名号 这个名词它代表 这个名词它代表 这个名词是菩萨的称呼 通常我们称菩萨 通常我们称菩萨称大四 像我们一般称的观音大四 也可以称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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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思 正思跟大思 这个意义 这个意义是相通的 正是正登正就 那么都是对于大菩萨的称呼 另外一个称呼叫开思 开就是开悟 开悟之思 这个对于圆教三贤菩萨 这个对于圆教三贤菩萨 都可以称呼 圆教圆教粗度以上 都是破一瓶无名 正夜风发神 就是禅宗里面所说的 大哲大悟 明心皆心 我们可以称为开思 这是通常对菩萨的称呼 那么下面呢 这就是他方世界的菩萨 来参与这个法会 第一尊是善思为菩萨 它代表这个法门 这部经典必须要有真实的智慧 政治明了叫善思为 思维是表至断的意思 有智慧就有决断 它就不怀疑 这个法门要有真正的智慧 才能够接受它 不怀疑 肯定它 这一位菩萨代表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知道名号的表法 也就晓得善呼菩萨 它所表的是 是奢方圣行 都护念 这一部经典 都护念这个法门 也都护念依照这个法门修学的人 不 artificial 所以善然则善、善両人 只要依照这个法门修学 必一定的释放甚贤的이神 我们常在大经里面看到 祝佛护念 龙天拥护 都在这个意义里面包含着 第三位 慧变才菩萨 我们第一位 善思维 是自受用 是自立 我们有智慧能决断 能采取 无量法门 我们取这个法门 这个是善思维菩萨所表的 自己得到好处 要把它辗转介绍给别人 介绍给别人 那就得要有变才 说的能教别人听了 能生起信心 所以必须要有真实的智慧变才 才能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别人 推荐给别人 推荐给别人 因此 无论在教义里面 在表法里面 几乎各种宗派的教义 疼危险 dishes play 好功能 官无猪 villagers 观无猪 是戎彩的 是比较综门的 你看 金刚鲸鱒 Klim nod 你看 金刚金山见 硬无俗 蛛 蛛 虎 三 神 蓋边 这位菩萨表ню 蛍 虎 蛛 蛇 甚etti心的 这是宗门里面所尽养的 他也在这个法会 也听阿弥陀 听这个师尊讲《无量寿经》 第四位神通化菩萨 这位菩萨代表他由善侨方便 能够教化众生 神通神使说他的能力非常的神奇 超出我们的想象之外 我们想不到的 他有这种特殊的能力 通是一切通达 没有障碍 这叫做神通 换一句话说 神通是智慧 应用在日常生活之中 是你在生活里面 无论对人对死对我 都通达无碍 这叫神通 第一下一位 光阴菩萨 光是表智慧 光明音发的意思 这个光明表现在外面 非常的直慎 像这个后哨的非常猛烈一样 具于这个比喻 抱床菩萨 床是其直一类的 是其直一类的 在佛门里面 最通常用的 就是床帆 帆长的 那个形状是扁的 我们在台湾 这一般寺庙里面 常常见到 寺庙佛殿 大概两边都悬挂着帆 床比较少见 在台湾少见 在大陆 在日本 比我们台湾多 它也像帆一样 但是它是圆形的 当中是空的 那么也是不做的 那个有一点像我们 现在飞机长那个风筒 也差不多 很长 那么这两种东西 在佛门里面 不仅仅是庄严俱 它有用处 从前 寺庙前面都有旗感 都有旗感 现在寺庙没有了 从前寺庙有旗感的 旗感上 它不是升过旗的 它是升这个翻窗的 佛教 佛教是教育 教育 一定要保持它的尊业 所谓是指文来学 慰文往教 教学 一定要尊丝 中道 如果学的人 对于老师 没有尊敬心 他决定得不到东西 学生能得到东西 与他对于老师 对于扩程 这种敬重 完全成正比例 所谓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 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 如果老师到学生家里去教 学生对老师一定会请 这个老师没什么了不起 我叫他自己来 不想叫他就叫他走 呼之即来 呼之即去 这老师不值钱了 那么换句 老师再好 学生也学不到东西 那么佛门没有招生 诸位打开大战经 你看看 哪一种佛菩萨祖师大德 当年在世 曾经招过身的 没有招生 也不会劝人来听讲 劝人来听讲 觉得自己太傲慢 自己究竟有什么能力 在机感上外面人看到了小的 今天这个道场 讲经说法 喜欢听经的 他自然就来了 所以是个信号 他自己来了 如果学话的时候翻了 翻了多半做法会 今天这个道场又法会 喜欢来参加法会的 他就来了 所以从前没有通知 没有宣传 用这个标志 告诉大众 我们今天到场 有些什么活动 向大家报告 你喜欢来参加 不喜欢了 也可以也好也好 所以说 一丝毫勉强 都没有 这个方法 非常之好 即使讲经 这个法师讲得不好 法师没有请你来 是你是自己来的 所以法师也非常谦虚 这是道场 对于大众的一个宣传 那么现在资讯发达 这个许多地方 比从前方便太多了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 等广告 可以发通知 甚至于可以用电话联络 把这个活动的消息 传播给大众 等于从前翻窗的效果 所以现在翻窗变成没用处了 只有在佛殿里面挂起来 当作庄严的工具 不像从前有实际的用处 暴床 这是法床高树 代表经常不断的讲经说法 暴床代表智慧殊胜的意思 比较弘法 智上菩萨 这个名字意思 非常的写明 代表无上的智慧 那么这些 这个德号 可以说全部都是赞叹本经 都是赞叹这个法文 极根菩萨 这个根是讲的 六根 极是极近 我们通常讲六根清净 六根清净 特别是直戒律 戒律的精神 就是帮助我们达到六根清净 一成不然 那么要禁六根 也就是戒律 最殊胜的戒律 最圆满的戒律 还是在这部经上 还是在这一句阿弥陀佛当中 所以这个十六个菩萨名号 不但是占阴 占法门 同时 就是赞叹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名号功德 包括是一样 这个念阿弥陀佛的人 很多 真正对这个名号里面的含义 名号功德 知道得清清楚楚的人 信会菩萨 运晖菩萨 这非常显然 告诉我们 信愿行 都是以 真实智慧为基础 没有真正的智慧 你不会相信这个法门 没有真正的智慧 你不会发愿求生净土 同样没有真正的智慧 那同样没有真智慧 你就不肯老实念这句阿弥陀佛 所以这两位菩萨 显示 敬重 三知良 不可思议的出现 第一下一位是香香香菩萨 在下面宝音菩萨 这个两位菩萨 特别表示 是众生求生净土的大悦 不可思议 像在古代 古代没有机器 那个笨重的劳动力 都需要身口来帮忙 所以这个车 马拉车 牛耕田 要借助身口的力量 要借助身口的力量 在出生里面 力气最大的是香 所以表运力不可思议 这用这个香香来表 报音是表运寒的业 万德的庄业 庄业什么呢 庄业求生的大运 我们真正法疗 真实的运行 这一生当中 我什么都不求 只求往生西方基督世界 这个里面所有的 得能的智慧 你统统都去做 中诸菩萨 是比较难助中道 在大臣 原教经典里面 都赞叹中道 有一些人对静宗没有深入的研究 以为念佛 偏在幽门 认为念佛法文 不是中道地 这个他看着实在是看得太浅了 太浮浅了 不知道念佛是真实的中道 中诸菩萨 中诸菩萨再次地表这个意思 智行菩萨 代表持戒念佛 智是法智 行是行持 所以智行 代表略义 前面我们念过 吉根 吉根菩萨是略义的效果 如果从因果上来说 智行代表持戒的阴性 吉根代表持戒的古德 幕后一位 谢陀菩萨 这位菩萨 他俗代表的 是得大自在 像我们普通念心经 心经上观自在菩萨 怎样才自在呢 必须要具备 甚不如波罗密度 那居足真实 甚深的智慧 前智慧不行 然后才能够照见 无云皆空 度一切苦恶 这就得大自在 谢陀就是自在的意思 所以谢陀菩萨 是表凶行的成果 古德 二位上手 这是说明 这十六位 是在家菩萨的上手 第一下一句是 行共遵秀 富贤大使之德 具足无量行愿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 我们先看这几句 这几句 含的意思 是寄生又广 行共遵秀 这个行字 是宗旨 前面所说的 从大比丘中 到菩萨中 出家的菩萨 再到贤富这些 在家的菩萨 换一句话说 这是全体大众 我们在经上 在经文上面 上面是看这个意思 其实 它意思外面 还有意思 我们要能够 更深一层去观察 不能直看到 这个会场的现场 那我们看得就很浅了 就不够透彻了 深一层是什么 深一层是比较 西方基督世界 所有的菩萨 广一层是将 寿方无量无边 诸佛刹土 所有一些菩萨中 全都遵守 普贤菩萨在华言经上的教会 修行 普贤大事之德 那么普贤大事之德 都在华言经上 可以说是 一部大方方方方华言经 里面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讲的普贤大事之德 注意想想 彭吉卿之事 将这部经称为中本华言 不能说他说错了 不能说他没有根据 八十队大方方方方方方法华言经 普贤大事之德 在我们本经里面 浓俗成一句 那么我们想一想 我们愿意学哪一部经 当然愿意学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文字少 内容跟华言经 无二无边 所以这个经历一展开 就是八十队的华言经 华言经浓俗成无量寿经 普贤菩萨之德 在华言最后归纳为十八纲领 我们称他叫十大愿望 像他所修学的十大纲领 花言经上讲得很清楚 一切菩萨 如果不修补行就不能证得无上菩提 换一句话说 圆满的佛果 菩萨不能证得 他要想证得一定要修普贤行 那么我们今天在本经里面 修普贤行 实在是万万想不到 就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把普贤行 远远满满地 还是在其中了 这个太妙了 照华言经那个方法去修 我们决定做不到 纵然做到了 那真是万分之一 千分之一 没有办法圆满地 换一个法文 用这个致辞名号 不但简单容易 而且是愿修愿振 诸位如果真正能够 透得这一层意思 你才会对古人所说的 华言发话了 只不过是本经的导引而已 你会对这句话 慧心 微笑 点头 同意 说得没错 然后才认识 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 一切经典 这部经确确确实实是第一 绝对不是我们学建徒念这个经 自己夸大自己 自己没有业丝毫夸张 它确确实实是如此 我们说的是一丝毫不过分 既然设到普贤大师之德 也要略略地介绍一下 华言经到最后 护贤菩萨 十大愿望 十大愿望 道归极乐 这个十大愿望非常重要 我们念佛人 刚才说过了一句名号 原始 十大愿望 那是不是真的原始了呢 要看你怎么个念法 你这一句名号里头 没有是大愿望 那就是一句空的名号 没有内容 你这一句名号里头 确确实实有是大愿望 那就是一念相应 一念佛了 念念相应 念念佛了 这个是不可以不知道的 所以大菩萨们念这句阿弥陀佛 跟我们念的阿弥陀佛 应是一样的 里面境界不相同 用心不一样 他念这句阿弥陀佛 真的跟阿弥陀佛感应大交 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 没有感应 为什么没有感应呢 心跟佛心不一样 怨跟佛怨也不一样 所以虽然念这句佛号 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因此 今不能不明了 对于这个经意明了通达了 对于念这句佛号 相应 那有很大的帮助 世约里面 是礼尽祝福 普贤心的特色 就在本经的经体上 普贤菩萨的心 普贤菩萨的心 是清净心 普贤菩萨的心 是平等心 假如我们的心 假如我们的心不清净 不平等 去修离尽祝福 那个不叫普贤心 那以清净心 平等心 修离尽祝福呢 那叫普贤心 跟普贤菩萨修得完全一样 西方极乐世界 是普贤菩萨的法界 所以 生到西方之后 从十报图的上上行 到同居土的下下平 他为什么都平等呢 因为他心平等 心清净 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 世尊跟我们说 有四图三被救醒 真正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 无论在哪个阶层 他有没有这个念头呢 没有这个念头 为什么呢 他们已经离开一切分别执着了 离开分别执着了 还有什么四图三被救醒 没有了 其这个念头就是分别执着了 这是佛对我们有分别有执着的人说的 到那里念头都没有了 但是事实上有没有这个程度 称词不同呢 有 事实上有 大家都没有这个念头 你还是待业的 他还不会说我断静了 你还待业 没有这个分别 没有这个执着 没有这个念头 所以大家在一起统统平等 那么你要问 实际上来说呢 确实有待业 有不待业了 到那个地方的时候 分别执着妄想统统没有了 所以它是平等的法界 这是受放一切诸佛插图里面 没有的事情 西方世界特别了 那我们现在看理静 理是外表的 静是内心的 理是理结的 表里一如 表里一如 内如恭敬 表在外面 自然就有理解 静是真诚心的流露 真心诚心 真诚心的流露 理 就是表现在外面 表现在外面 一定要知道 现代化与本土化 这个一定要知道 这个一定要知道 要表现在外面 我们就从理解来说 古今的理解不相同 中国跟外国的理解不相同 所以古人常说 如今随俗 你到别的地方去 一定要随顺 那个地方的 风俗习惯 一切的礼仪 要随顺它 你才能够跟那些人相处 那跟那些人 在一起共修 那入境最重要的 先要了解 风俗习惯 故人旅行 先要讲解 怕你到那个地方生疏 因为在过去 每一个地区 这个风俗习惯不同 有很多的忌讳 说错话了 做错事情了 引起别人的忌讳了 那就真正是得罪人 真正是 这个这个这个 越大众的烦恼 绝不是自己有意的 是无意的 所以这个如今问俗 这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现代呢 比从前方便太多了 纵然没有出过国 每一天看电视看电影呢 差不多世界上 过地风突人情的时候 都会知道很多 这个个目是越来越少 所以在这时 一般出国的时候 也用不着特别去请教别人 特别去问 从前确实不行 从前的交通必胜 自信不发达 各一个信 各一个神 各一个神 就非常深述 所以这是古今情况不一样 所以这个礼节 这个礼 就是对人 对四 对无 因为谱形形是非常广泛的 非常广泛的 那么对人 就是从前 这个帝王时代 老百姓对皇帝 就是国家的元首 行最敬礼 行最敬礼 最敬礼 规定是三跪九寇守 这是最敬礼 到民国呢 皇帝没有了 国家元首是总统 我们礼节上规定的是 最敬礼行三距公礼 你看外表这个仪式上变更了 内里面沉浸之心没有两样 还是一样的 这个要知道 不能说是这个仪式改了 里面沉浸心也打了折扣 那就错误了 沉浸不变 外面的礼节随俗 哪一个朝代随胜 哪一个朝代随时机 在中国用中国的礼节 在外国用外国的礼节 属于地区 它这是活的 它不是死的 所以佛法 一般人为什么落语接受 它是活活活活活活的 它不是死代版的 它讲的原理原则不变 但是在应用的生活上是千变万化 是活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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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国也晓得 十法界里面佛最高了 九界众生对于佛都是真诚的贡献 佛在华语研究上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祝福就是一切众生 我们要把对佛的真诚的敬意 用来对人对私对我 这才叫离敬着佛 我对佛很恭敬 对人对悄不其他就错了 那就不是佛宣性 佛宣性是平等的 对善人恭敬 对无人也恭敬 不但对人如此 对无也恭敬 有情众生有佛心 无情的众生这是物质 我们讲植物矿物 这是无情众生 无情众生有发心 发心佛心是一个性 不是两个性 在动物呢 我们叫它做佛心 在植物矿物呢 我们叫它做发心 它是一个性 所以华言上说 情与无情同缘种枝 缘是缘满 种枝是一切种枝 缘满一切种枝 就是证得无上的佛果 有情众生可以成佛了 坐一板凳哪一天成佛呢 砖头草皮 什么时候成佛呢 华言经讲上统统成佛 你要问 这些无情的众生 什么时候成佛 你成佛的时候 他就成佛 你不成佛 他也成不了佛 什么道理呢 一报随着正报转 到自己成佛了 你看到山和大地 全是自信 民心皆心 尽信成佛了 山和大地 全是自信 没有一样不是自信 那怎么不是我呢 好像我们做梦 梦境呢 是我们心变现的 是自己心变现的 这个大家知道 梦里面有自己 除自己之外 也梦到很多人 梦里也有山和大地 也有动物之无矿 也有虚空 通都说 梦醒了之后 梦醒了之后 自己好好去想想 梦中哪一样不是自己的心 全是自信 全是自信 变成梦境 全梦即心 全心即梦 成功 那样是这个心 没有错 祖要尽,对祂要有礼。 那这个礼怎么个行发呢? 我们现在见了人, 我们会给他在外国点点头就行了。 祂这个礼就是如此吗? 你要给祂九十度的鞠躬, 祂觉得奇怪了, 祂觉得不合适了。 到哪个地方, 用哪个地方的礼节。 日本人的礼节是九十度的鞠躬。 那么对着一百分钟的礼节, 就是要把它摆得真气, 把它擦得很干净。 这就是对他的礼节。 对事, 无论公司、私事、大事、小事, 认真、负责。 把这段事情做得很圆满。 这就是对四的礼节。 所以祝福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广大。 包括一切有情的众生、有情的众生。 通通通包括在其中, 以真诚之行, 来修理性。 后行行, 这一条是摆在第一了。 第一就是根本的羞耻。 没有第一就不会有第二、第三了。 好像盖房子这是第一层楼。 没有这一层, 怎么会有上面第二层。 第二层是建立在第一层的基础上。 这样我们就想到礼尽的重要性了。 我们再看看世间圣人的教学。 我们再看看世间圣人的教学。 儒家。 五金之夜的礼记。 儒家。 他读的这个经典, 最重要的五种。 扩大呢, 那就是十三经, 那就读。 十三经不能读, 最低先读, 要读五经。 四书五经。 五经第一个是义经。 诗经, 书经, 离记春秋。 春秋是左传。 这个五种, 从前念书人别读。 离记你翻开来, 第一句话就是, 去离悟无不尽。 跟普行菩萨, 十大愿我第一句离尽祝福。 那个意思完全相同。 。 儒家建立教学的仪式。 但是, 佛法没有传到中国来。 释迦牟尼佛跟孔子也没有见过面。 他们两个人教训, 有许许多多地方相同。 几乎完全相同。 都是把离尽摆在地。 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地去翻新。 释法佛法要想成就都在这个地方建立。 今天世界乱了。 并根在哪里呢? 人与人互相没有尊敬性。 这就乱了。 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尊重别人, 即使没有法律, 没有警察。 社会一样有良好的秩序。 那为什么呢? 每个人心里存得有沉浸。 这个世界不会乱了。 如佛的教学, 教什么呢? 就是教我们敬。 教我们用真真真心, 教我们敬仁敬似敬武。 教我们敬仁敬武。 这是圣教的总纲领。 教我们敬仁敬武。 这一句绝定不能够轻视着他。 我们学佛就在这个地方学起。 我念这句阿弥陀佛。 我对佛号有怀疑。 或者对西方极乐世界有怀疑。 或者我念佛心里面还有咋念。 这都是不尽的。 普贤菩萨念这句阿弥陀佛 跟我们念的为什么不一样? 人家念这句佛号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我们念这句佛号怀疑, 夹杂、间断。 所以不一样。 他这句佛号里面有离敬祝福, 我们这句佛号里面没有。 他这句佛号, 句句唤醒自信。 怎么唤醒自信呢? 我们对人对事对无要平等。 对人对事对无要清净。 对人对事对无要离敬。 这句阿弥陀佛号里面喊这么多意思在里头啊。 不是光是念这句就行了。 所以他这句佛号与自信相应。 与受访一切祝福的心愿皆行, 没有一样不相应。 你才晓得名号功德, 包括谁。 那跟我们念的怎么会相同呢? 所以人家一念相应,一念佛。 念念相应,念念佛。 我们这个念佛不知道。 念佛的真实功德。 只学这一句音声。 只学了阿弥陀佛这四个字的符号。 这个不管用。 这就是古人常常疯似的。 你喊破喉咙也枉然。 为什么呢? 有口无心。 口无念的没错。 音声很正确。 心形不相应。 必须要心形通通相应。 这才叫念佛人。 第二,称赞如来。 称赞是赞叹。 这个赞叹不用祝福换来如来了。 祝福跟如来是一还是二呢? 如果是一样的, 为什么第一句用离尽祝福, 第二句为什么不用称赞祝福呢? 要换个如来。 要换个如来。 祝福跟如来确实不一样。 称赞祝福是从外表称的。 称如来是从信德上称的。 称赞祝福是从外表称赞祝福。 称赞祝福是从外表称赞祝福。 称赞祝福是从外表称赞祝福是从外表称赞祝福。 这就是善知识 所以这五十三 善知识里面 出家的有五个 出家的少 在家的多 在家里面 过行过夜 男女老少通通 就是你从早到晚所接触的 善才五十三餐 我们天天接触 不知道餐 这些人物里面 有心善行善的赞叹 有心卧行卧的不赞叹 不赞叹对他要用礼金 所以礼金 里面没有分别 称赞里面有分别 你比如说善家同志 在五十三餐里面 我们看到有三个人 他有礼金 没有赞叹 第一个是 圣热婆罗门 这个人是愚痴 贪嗔痴 愚痴 所以善家同志对他 礼金 没有赞叹 第二位 甘露火罗 这位善知识 嗔恨心很大 报复心很重 你稍稍得罪他 他那个报复就不得了 把你送到岛山下游地来对付你 现在同志就参观他 赞叹 这个车这个礼金 不赞叹 代表称慧 第三个 法苏密多女 代表贪爱 贪嗔痴 这三个人 密苏法多女 是个什么身份 是个妓女 善才同志对他 有礼金 没有赞叹 所以这个称赞 要用儒来 不能用祝福 所以对人 沉浸 决定没有分别 称赞 那就要看他的德行 这个里面有差别 他是善人 善心 善行 我们为什么要赞叹他 绝对不是他喜欢我们赞叹 不是 我们赞叹他 宣扬他的德行 希望别人跟他序 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赞福 赞菩 佛菩萨 佛菩萨自己不会称赞自己 自己都很谦虚 我没有智慧 我没有能力 我也没有东西 交给人 你到我这了 干什么 都是自己非常谦虚 没有一个说 我有智慧 我很能的 现在有很多人这么说 从前没有 从前没有这个说法 以前这个选举 我们中国这个选举制度 从汉朝建立的 选举不是自己出来竞选 是别人推选的 别人觉得 我们这个地方 某个人很有智慧 聪明很能干 又很热心为大家服务 我们推选他出来 不是他自己要出来的 所以称赞 是介绍这个人的德行 标榜这个人的德行 希望大众效法他 希望大众向他学习 是这个意思 所以善心善心 我们就要赞叹 卧心卧心就不能赞叹 所以我们儒家也常说 敬而允之 对待这些卧人 恭敬心绝对没有差等 完全一样 语言就是不学他 不效法他 不跟他学 这个叫语言 语言不是躲着他远远的 不是这个意思 天天接触的时候 我知道你哪些地方 不足以取的 我不学你就是 但是一定要共进 所以礼尽底下的 说的是主说 称赞必须要用如来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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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